阿根廷卫生部23号批准了由俄罗斯研发的卫星V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申请 预计共将购入1000万剂该款疫苗 阿根廷卫生部长刚萨莱斯·加西亚在其签署的一份决议中说 俄罗斯研发的卫星V新冠疫苗被认为是安全和有效的 能够有效地降低阿根廷新冠病亡率、发病率和传播风险 这是阿根廷批准的第二款新冠疫苗 22号由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阿根廷获批紧急使用 但阿根廷政府没有公布具体的采购方案和接种计划 据媒体报道 阿根廷已派专机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运载首批30万剂卫星V新冠疫苗 执行任务的专机预计在24号反抵阿根廷 根据阿根廷政府此前公布的计划 首批30万剂疫苗将被分配至阿根廷各个省份 下周起正式启动疫苗接种工作 优先为各省市的医疗卫生人员接种 俄罗斯预计共向阿根廷供应1000万剂疫苗 大部分在明年1月至2月间接种